啊 你这啥意思啊 啊 拿着两百块钱侮辱我呢 我差你们俩钱 我这也是刚发的工资啊 你这是有意在疏远我们哥们之间的关系吗 没你这么办事啊 你说咱们饭店齐个服务员 你为啥就提拔我当大堂经理了呢 怎么 这概率很低吗 以后我要再多管钱事的话 我就不叫好见 我就叫非常见 啥还没看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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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妈呀 你赢了 你早晚的生日啊 妈出招 使不得 使不得 好可找 使得多 使得多 妈出招 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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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情绪 准备迎接 儿子 吃力 谢谢爸 归来个 谢谢爸 叫爸 你吃吧 好嘞 哦 你这春晚已经上了这么多届了 对啊 而且 我有时候就在想 如果春节晚会那年没有出现了一个叫沈腾的人 那个黄金时间怎么办 黄金时间 央视的那个最黄金 真是这样的 所以我万万没有想到那天 李永他们两个的一个公司开业的活动 我进门碰见了沈腾 哎 我很诧异 我说这是花多少钱给雇来的呀 我说这他俩也没说有钱呢 后来给了多少钱那天 啊 一分没有 差点翻脸 一分没有 一分没有 差点翻脸 这么多呢 走吧 为什么 当时为什么差点翻脸 他说我恶心他 提钱恶心他 对 是 没没没 都是同学 完了之后这个 关键也不是一般同学 对 因为这种事 其实作为他来讲 您知道 他是不会去的 就是不是说你给他多少钱 他会去 人家不稀罕那点钱 不是不是不是 那天我真的还是很感动 或者说我一下觉得我认识他了 而且那天王老师 您去了要钱了吗 就就就这么说吧 人家都是请去的 我是主动要去的 你们两位 他们两位认识的时候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还真没给我打招呼 没打招呼 这么大事 就认识了 那你们俩什么什么年代认识的 我们俩其实将近十年吧 将近十年 然后其实就是领个证也没结婚 也不是不是没结婚 是是是领个证 领个是什么证 我领个是什么证 没办婚 没办仪式 应该你之前的男朋友沈腾也认识吧 你之前有个男朋友 你怎么一直都长这么深 你说的 你说的 他们到底啥关系啊 我怎么觉得 我都觉得他们是特别好的朋友 他不会认识前男友吧 你听我问吧 你也经验 没有 我以为你是他第一个男朋友 那不可能 沈腾 那你咋办呢 我是普通 好朋友 普通好朋友 反正今天啊 这场录制将会留下很多谜团 这个为了能够再次见到沈腾 估计下一场你还得来 要不然说不清 说不清 对呀 我是这么算的啊 你看 他说他们俩认识有十年了 对吧 沈腾跟他媳妇呢 认识有十二年了 对吧 我现在到现在已经十四年了 十四 我跟我媳妇是零三年非典好的 那也就是说你们俩是零三年之前挺好 后来零三年之后就不联系了 我们俩是九九年 非得往一块套 九九年认识的 我就是问一下嘛 九九年认识的 我跟那个他家齐齐还是挺熟的 对对对 就是这个事情啊 我觉得你问不出来 因为这个万一当初有 他也就有了 你现在能说吗 万一当初没有 你现在说他也有不了 再说人家那个万一齐齐一会儿啊 从那里边出来呢 对不对 对我现在是想 你们跟你说啊 节目啥事都干嘛 第一次上春晚 你们俩都上过春晚啊 你是1988年对吧 你是19 二零 一二年 一三年吧 二零一二年 你第一次上春晚的时候 属于是 最近比较火那个演坏人的 一个叫冯雷的 还在里边弄这了 他是不是 冒犯 我敢打赌 冯雷看着这段想杀了你们俩 你对 还好我不在那边 他就给我发一位信了 他说 他跟我叫姐 他说姐呀 你能不能 再不要提醒当年那一段 不是他能不能把这一段 别来回剥了 你看还是来回剥了 我也是这个感觉 没 我看到这个 我一给他 不是你自己看看 哎你自己看 你自己看 现在这段已经上热搜了 对啊 我管他了 冯雷爱怎么着怎么着 我先把李勇拖出来再说 哈哈哈哈 哎当年你上这个春晚的时候 是导演组找你吗 不是找我 去那个古老师 古建芬老师 去去家里面约歌 正好我在 完了就是 定了两首歌 当时一个思念 还有这个男孩 哦 思念也是这一年出来的吗 对啊 毛阿民吧 就是那个你从哪里 对对对 哪里来 他我都不知道这些歌 对 哈哈哈哈 哎呦 哎呦我的天呐 也就是说当年那年的春晚 这两首歌都上了吗 都上了 那也就是当年你这是一线歌手啊 那啥 你想 毛阿民唱那个 他唱这个 这不一线歌手吗 一线歌手 这个当时就是 刚才他说的那四个人 是最火的 嗯 呃 刘欢 毛阿民 范琳琳 范琳 这个李勇 对当时这是最火的几个 嗯 对 所以说你的退出 真的是挺轻 是啊 关键他是属于自己吧 我觉得他也不是退出 他就是自己玩着玩着玩着 不是 他这个人吧 他不会推荐自己 没错 你知道就像录这样的节目 要不是我扯着他 没错 或者他唱歌 我听完之后 我天天推着他 你要干这 你要干这 他不弄 他不好弄 他好像就没有那种 主动的给别人打个电话 说我想干个什么 他做不了这个事 对的 实在内心的也想 但是就是老咒本 就有的时候想起来 哎呀 是一种艺术家的心态 也不是 没到 真的 他是不太懂得经营 有的时候一想 哎呀 人家还在一线 人家还在 我就是 连倒数线都线不上 就老这样了 算了 那个当时相当于是 你们在谷建飞老师那是 你和毛阿民 你们是同学吗 对啊 就我们四个 在一起住 刘欢我俩住一屋子 毛阿民和范林林住一个屋子 在大木仓那个国际生象 当时谷老师跟那个 国际生象合作 等会儿等会儿 说到这四个人合租房子 你们怎么没用这个 就欺负我们俩 毛老师来你说说 你再说一遍那四个人 谁说谁住的 对那你当时就没追求一下毛阿民 哦 你是因为一段感情 不是不是不是 是范林林吗 不是不是 哦 沈腾说的对 为啥一说这段的时候 你手就放得那么踏实 一说这个就拧上了 这是李杰 李杰 哪个是你 我眼睛特别不好 那个胖 那是他银儿回了 边上 而且这个我那天跟沈腾通话 我还说我正在联系这个纳英 我后来实在联系不着他 我实在打几个电话都 我以前电话都不对了 我就找李勇 我说是这个你帮我联系一下 我说我没办法了 李勇说我帮你联系吧 结果联系完之后 纳英说哥们你没这么欺负人的 明天录节目你今天找我 我明天有好多事 但是你的事 我绝对得帮忙 你换个时间 我保证来 以前你是怎么帮我的 我今后就会怎么帮你 我看了那个短信 我还特别感动 请问你觉得今天 纳英会来吗最后 不会 那不一定 你别蒙 我本来你 你就 我本来就讲不对 你再说 我更猜不对了 你不想讲 鲜唐出来你都没猜出 我认为你肯定能猜出 不是我没往那方面想了 我到门口我还以为石鹏的 因为石鹏我特别好的哥们 我就没忘没忘这方面想 所以我都传议他认不认识 看半边 我怎么没反应呢 我好像听他说了 在逆光中好像就说 你是沈腾吗 你说了一句 我说了一句 但是我不敢不敢 他看谁 看一个帅气的轮廓 你来就猜到了 说明他陌生 在一方面就是 沈腾你这讲相长得也太模糊了 而且 你的逆光打得谁能看清 一根心 我就死活就认为李杰 但是一出来哥比李杰高一大块 我是不对这个 你这暴露李杰是身高 你一般一人我都高 那不怪他 我以前一直认为 沈腾是个一米七左右的哥 我也以为你是小哥 对啊 你这是一大个 咱俩那天见面 我都不认为你大哥 你一直坐着嘛 你为什么我站的时候 我上身短 我是短 所以接下来我就要问沈腾了 2012年之前 你问顶过春晚吗 就是往那门边摸 我是这样 我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是个艺术家 为什么呢 他其实性格有点不太适合做演员 是 往前冲那个劲 往前这个经营自己的那个意识都没有 我也是 就一看就是在那个 我之前啊 我之前就已经接触过春晚好几年了 嗯 之前是让我去做这个编剧 后来又让我这个自导自演 我跟这个我的小师弟宋阳 那时候我还在排麻花的话剧 我在导 导话剧 完了之后 做导演 对对 我说来来来比我两下吧 我们当时还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 哎呀 这上春晚的话 那别我们麻花这个风格保留不了了 那我们去干嘛去 当时还挺挺狂的 还不太想去出来 就是我们比我比我 行就行了 不行就拉倒 比回了几天 我还觉得这个好像弄话剧 好像没精力都弄这 我说算了 然后咱俩不弄了吧 行行行不弄了 到直到这个哈温导演那一届 才真的是三番五次的来跟我们商量 来来来来跟我们商量 就说 一定要把你们那个风格得以保留 然后之后我们后来才想着说 那就去试试吧 那如果不行的话我们就撤 那是哈温导演看过你们的话剧 看过我们的话剧 就觉得我们还是这个在在在这个做笑料这一块还是有有有有点经验的 因为我们毕竟天天面对观众了 对对 沈腾你们是零几年毕业的呀你们俩 九九年上 那个他一般这种事他都是以那种口气说的他大专的 也就是说你们相当于同学了两年是吧 对对对对 两年 我比较比较比比情况比较特殊 我们班呢十一个男孩有八个一间宿舍齐了完了有两个关一个小黑屋里 就单纯一个大专班呢七个男孩正好多出一个床位 我呢就去大专班了 大专班所有的人呢又歧视我 因为觉得好像我本科有多牛似的 你是不是表现得有点过分了 我不是我当但我当时我说跟人交流的时候我确实愿意这样 但是这我我就这样 我就这样 不是我狂 是咱们都改不了这个习惯 对完了之后呢我就 说是还赛点了 完了之后那个魏子欣就开始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躺床给大家讲段子 我心想讲的都是啥呀 完了我就闭眼就我在心想等熟了的 完了熟了之后就我天天讲段子 其实呢是相当于是零 差不多零二年零三年你们走出校园对吧 对我是零三年 零三年毕业 毕业之后到麻花比较稳定了 这中间大概有多少年 麻花稳定得零八零九了吧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你不差钱了 第一年平本 第二年略有盈余 第三年略有盈余 第四年略有盈余 第五年开始赚了点钱 就说什么呢 就是刚把成本打回来 再赚一个比如说三十二十万的 或者说把今年一整年的所有的演员的开销什么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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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人的劳务都都弄完了之后 不敢再开一轮演出 就怕已经饱和了 对 再一眼就给赔进去 都是试探性的 隔一年再多开一轮 隔一年再多开一轮 当我们真正有自信的时候 就是这个这个 疯狂的石头 宁浩当时那个电影 买了他的改编权 改编成话剧 对 我那个那个时候真正的就觉得 之后我们还去去上海演出 第一次开始离开北京 出门了 对对对 电影演完你们又拿这个当话剧演 对对对 对 你想他们其实这帮年轻人 其实他们团 就是他们这个麻花团队 我好多人都挺熟的 就差你了 基本上都踩过一圈了 是吧 玛丽是常客 我跟你说 如果李立军一直坚持演员这条路 他就是玛丽 他绝对不亚于玛丽 你看看 你看你耽误了人家知道吗 真的真的 你耽误了一首歌 你这已经太会演戏 你太会 那沈涛老师现在你在提鞋提鞋 还来得及吗 现在那就看心气了 看心气了 人家已经过了一线 红歌星的太太了 还愿不愿意迈出家门 走上舞台 愿意 赶紧说愿意 你说我愿意 还是包子吗 给大哥急的 赶紧你说愿意 以我的目的 就是你俩谁火了都行 那个 狗不里包子 我多请你几顿 所以真的要问一下 其实沈涛那么多年 好好演戏一直在那拼搏的时候 你干嘛呢 对 我呀 你为什么不跟他一起演戏啊 他带我玩啊 你很难道吧 诶 实事求是的说 确实有一次哈 那个你记得吗 那个咱俩打电话 那个时候是排 加利比海盗 从马里海盗 家里比海盗 用我排啊 这电影都快出十步了 他这人就是这样 这也气人 你说我这 我这能带的吗 我排的话剧 我一共没排过几个话剧 你明天都记不住 后来呢 后来呢 河马就排到 然后你记得吗 我记得是一个晚上 那个好像缺一个男演员 然后你问我天津人艺 有没有合适男演员 我还给你介绍了一个人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那你缺不缺女演员啊 他说你这一天忙成那样 那个阶段 我确实是特别忙 你可能忘了这个事 那个时候是白天拍电视剧 然后电视剧的那个 拍不到我的时候 我又去拍话剧 反正是除了睡觉 那段时间一直都在演 一直都在演 然后吧 我就是 就手有点勤快 就是爱发个微博呀啥的 我如果不发的话 他可能就知道 后面我有当期了 后来他说我一看 你每天都忙成那样 他说我们这正好是赶上 是需要一个女演员 但是已经找了别人了 你记得这事吗 你这么一说 我想起来了 是不是 然后 然后 又没合作成 没有 然后我说 我说那你把它换了呗 我说我现在有 然后呢 然后你换 然后我就把电话号码换了 这个李勇 你说这个 如果今天 这个兄弟要不来给咱们捧场 你看咱们聊得多没劲 这就是兄弟 一个兄弟三个帮 今天说实在的 我们都是帮你的 你如果不把这歌给唱出来 你要不好好的回到歌坛 你对不起 我努力 对 真的是 真的是